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次半棋是6月29号进行的一盘往棋 由黑方李昌西对战白方往新号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错小木 白棋新小木 黑棋挂脚 白棋坚定夹 现在黑棋也可以直接定型 拖先这个下法也非常常见 接下来白棋小心封锁 黑棋靠33 拌完之后黑棋返斑 白棋比较简明的下法就是 打吃完之后沾 然后黑棋二路打拔 火一个小脚 白棋局部就可以拖先走其他地方 这是一种选择 实战白棋虎一个 然后往外面封锁 还是看中这里的发展 黑棋脚上也没有补 直接选择拆边 限制白棋的发展 白棋往一路点杀棋 那这个局部黑棋现在不活 如果说扩大眼位的话 白棋可以断 黑棋外面没有接音 所以说往路爬的话 白棋斑 这里白棋都不怕 断的话白棋长 黑棋长 白棋可以先跑出来 左边打吃 白棋又沾 下面黑棋只有一只眼 但是以后如果说黑棋 下方这一块多了一些接音之后 白棋脚上是要补齐的 所以说这里还存在一些味道 接下来黑棋手脚 白棋夹击 黑棋在飞 瞄着脚上这里的跨端 白棋补的话 断肯定是更加干净一些 这里就全部吃住了 实战白棋虎一个走的比较撑 主要还是想威胁黑棋左边这里的眼位 不过脚上还有棋 接下来因为黑棋左边这种颗子还没有跑出去 所以说AI的建议是黑棋飞 本身这里就是出头的要领 白棋做根据地的话 这里两边的间距也比较狭窄 不够白棋做活 黑棋可以考虑飞刺 然后搬头 虽然说封不住白棋 因为白棋搬出的话 黑棋也不能断 断的话外面还有断的 断的话白棋可以跑出来 不过这样也就顺势帮助黑棋脚上围牢 白棋跑的话 黑棋还可以继续在双方围困 左边这两块棋互相逃跑的话 那很明显是黑棋的这个出头更加顺畅一些 所以说黑棋可以这样下 实战黑棋夹击 那白棋小尖黑棋贴住 然后双方各自往前出头 那这样黑棋肯定不如刚才好 黑棋再跳 然后白棋往右上角碰 接下来就在这里走了一个定式 这个定式也是现在流行的一个下法 白棋压完之后 搬然后再连续压 选择怎样的定式 还是要看周围的配置 右上角这里白棋走厚了一些 而且离白棋左边大龙更近 这样的话以后就比较方便联络 之后白棋往双方打入掏空 黑棋从右边夹过来 然后白棋在这简单置固 点刺完之后长一个 虽然说黑棋站 脚空为扎实 不过白棋往回跳 这里白棋就已经联络了 接下来黑棋挂脚 白棋见地甲 这个时候双方的局势还是比较接近的 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之后黑棋双飞燕 白棋靠牙完之后长 黑棋点三三掏空 之后白棋的选择也非常多 比方说白棋可以往右边挡住 这里搬完之后再一虎 黑棋打吃的话 白棋就可以脱先了 之前我们说到只要在下方 黑棋多了一些子 那左下角这里就有机会跑出来 所以说白棋可以直接往这扎钉 把脚空全部围住 这样也是一种选择 实战白棋护下来 黑棋站 然后白棋选择再冲断 这里往二路小间的话也可以 黑棋爬回 首先黑棋脚上还没有活干净 然后白棋拐头 黑棋做根据地的话 白棋往中间这一带点刺 黑棋左边大龙不活 下面这一块也没有安定 右边也没有完全活 那这样白棋可以形成缠绕攻击 实战白棋冲断 然后黑棋二路扳 白棋团住 那白棋脚上没有补的话 黑棋现在也有选择 那比方说 直接在脚上做活 沾一个 那已经活了 不过黑棋还是比较难下 因为白棋往下方逼住的话 黑棋右下角不活 靠牙出头的话 这里白棋点刺 还是会影响到黑棋的联络 总之黑棋这几块棋 现在都比较头疼 所以说黑棋也就直接选择弃子了 从这拆过来做根据地 不过白棋再往路扎定 还是可以把角空全部拿住 接下来黑棋往右边 破坏白棋大模样 然后之后黑棋有这个二路脱过的手段 所以说白棋先顶一个 然后再跳 这样这里的空就围扎实了 之后黑棋开始进攻 右上角这块白棋 点刺完之后跳 还保留这个二路爬回 那白棋就飞出 往左边联络 黑棋再飞 继续压缩白棋的空 这个时候白棋选择冲断 那黑棋现在在上面掏空的话 肯定是来不及 因为冲一个对白棋周围影响都并不大 白棋可以往右边飞正 那黑棋又危险了 所以说黑棋先往外出头 飞一个 白棋贴住连回 那黑棋再往这飞 那黑棋这里的棋型还是挺不错的 那成了一些空 接下来黑棋往下贴住先手 这个地方白棋二字头不能未斑 不然的话弃紧脚上了出棋 所以说白棋连回 然后黑棋再往上长 这里还有通搜刮 接下来黑棋在下方围空 不过这块空还没有完全围住 左右两边的缺口都没有补掉 之后就要收关了 白棋先往右边扳破空 黑棋这个二路立是先手 那如果说白棋不补的话呢 黑棋可以往二路扎钉 这颗子就可以跑出来了 脚上这颗子可以往外长 两边都可以连回 然后旁边这两颗子往上方 三路顶一个 白棋粘 黑棋往二路虎 也可以联络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肯定要挡住 木树非常大 接下来一手黑棋走的比较缓 就是往中间单关连回 这手棋完全没有木树 黑棋还是应该先选择挖针 然后直接拖线 在左下角这里收空 这个地方挤一个再挤 都是黑棋的权力 然后可以断吃这颗子 这个地方木树挺大的 至于右边黑棋这一块 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眼位是足够做活的 实战黑棋下的比较小心 就是往这连回 那白棋往前跳 黑棋下方的空肯定是被压缩 接下来黑棋冲一个坚守 这样为空 这个空已经比较扁了 而且白棋还要继续追究黑棋的保卫 点刺完之后再刺 黑棋先往左下方一挤 白棋站 接下来的这个下法 黑棋就中计了 这个地方还是应该先往左边挤 挤完之后断吃这颗子 这样的话至少黑棋这里 还可以成些木树 实战黑棋直接往这冲断的话 那就出起了 白棋往这打吃 再往前打 下一手棋黑棋直接跳在这 这手棋刚开始看上去还以为是滑镖 但是我们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 这个棋黑棋不敢长 长的话白棋冲完之后断打 这里首先打吃完之后二路搬过 白棋可以联络黑棋局部不活 然后黑棋往上打持 右边想要出棋的话也不太可能 虽然说白棋弃紧 但是白棋都能防得住 这里断完之后白棋沾 补一个白棋就把这个道铺补掉 右边形成对杀的话 那黑棋的气也是不够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不敢长 往这儿挑 那白棋提 这样的话黑棋这里就亏大了 这里的控制也就被白棋打穿了 接下来黑棋违控 那这个时候已经是白棋优势的一个局面 接下来白棋不是依不饶 继续在上方搜刮 这个地方下的也是非常狠 如果说黑棋往这儿搬的话 那白棋断 打吃的话反正打 上面这三颗子的联络就出现问题 旁边有个冲断 然后如果说黑棋往这儿搬 那也不可能 现在本身黑棋的控就不够 白棋就算连回 黑棋这里还要继续补 控又被先手压缩了 所以说黑棋选择反击 顶完之后夹 想把白棋整体分断 不过这个地方 黑棋就过于勉强了 首先白棋可以选择挺投 黑棋如果说往二路立 搜根的话 关键是脚上这里有棋 白棋点刺完之后 可以先往这儿搬头 黑棋把这两颗子猴出来 白棋就往路爬 黑棋如果说打吃的话 那白棋往这儿简单作业 左边也可以联络 然后就原地活棋 黑棋如果说搬下来 那白棋沾是一个先手 外面有这个断打 黑棋要补 这样的话脚上就被白棋反杀了 搬完之后 黑棋这样收气是来不及的 这样黑棋损失太大 实战白棋往路跳一个 也差不多的意思 黑棋长 然后白棋还是这手点刺 接下来黑棋沾 白棋先往左边虎 这也是先手 黑棋没有着急打吃到这一下 那主要是白棋沾的话 这里的眼位就变好了 走这儿的话 以后还可能保留这个扑破眼的手段 不过白棋 二路爬这么多的话 肯定已经活了 接下来白棋继续往上爬 那黑棋如果说往脚上打吃 那白棋沾 活棋 这样黑棋的空也不够 实战走到黑棋 尝一个 然后白棋沾的时候 黑棋就认输了 这里白棋往脚上沾 反而不太好 往脚上沾的话 黑棋冲完之后 再扑 然后再往上冲 如果说白棋还是度过 以后这里黑棋打 然后再往左边打吃 再往脚上一路扳破眼 这里白棋气是非常紧的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 黑棋冲 白棋只有往脚上作眼 还是形成一个转换 左边这块肯定要被黑棋吃掉 所以说白棋就直接站在这里 然后黑棋认输 继续走下去的话 黑棋打 那白棋做活 就算黑棋右下角这里 还有通搜刮 交换完之后 黑棋全盘的目鼠还是不够 好 那天板棋也是相当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